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 COMMA今天是一個新的地方 大家不知道在聲音裡聽到嗎? 可能有些不同的感覺 為什麼這麼說? 開心行道搬了家 去了觀塘 地方大了很多 現在COMMA這個房間都大過以前 所以你會聽到香港一點 一如以往《我有我天空》 今天有一位很可愛的嘉賓在我身旁 Coco 你好 你好 你的中文名叫丁芋山 芋是誰? 花芋的芋 山呢? 山芋的山 這個名字很漂亮 是誰改的? 我老度改的 嘩 它有沒有什麼意思呢? 有的 它很想我像花那種花和珊瑚那種漂亮的 你自己喜不喜歡植物? 都喜歡的 我喜歡向日葵 即是太陽花? 是呀 喜歡太陽花 這種花很有活力的 是呀 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講到花向日葵 COMMA以前在小時候看過一本漫畫 那本漫畫裡面是講一個幼稚園小朋友 他就讀那間幼稚園叫做《向日葵幼稚園》 那片段很開心 但是在你成長的時候讀幼稚園或小學 又跟漫畫的主角有點不同 你小時候好像有個病 是呀 我小時候又有抽筋 大概是兩個月大 但是家人餵完我喝奶 就發覺我不停地哭 哭到收不到聲 嘴唇呀 指甲呀 邊沙棗紫色 嘩 即是乳血那種的聲音 是呀 接著就送我入院 是 但是查不到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病 但是是不是定期就會 是因為吃完奶這個問題 導致你不停哭 只是無緣 一刻都會哭 還是怎樣呢? 沒有徵兆 噢 即是它說來就來 那你說那個抽筋 是全身的抽筋 還是什麼的抽筋呢? 是老 老的抽筋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什麼叫老抽筋 即是如果我一抽起來 是完全沒有知識 維持很短的時間 大概十秒內就會回到 知覺 有知覺 走一下街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走一下街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走一下就試過一次 走一下突然間沒有細意識 然後之後就跌落地下那一刻 知道發生什麼事 跌落下擦身 個嚇痛就知道什麼事了 後來什麼時候證實到這個病 是什麼病 我都是家人告訴我 那時候很小時候 是的 就叫做老抽筋 那有沒有藥物 或者有什麼方法幫到你呢? 吃抽筋藥 那吃得藥多有什麼副作用? 吃得藥多 吃到荷爾蒙分泌不好 會有酥 酥? 是的 胡酥的酥? 是的 女士 是的 即是男性荷爾蒙太多了? 可能是的 那你覺得怎樣? 你一個女生有胡酥 你當時有什麼感覺? 我沒有理會 你有得去嗎? 有得去 那你不會覺得一個女生有胡酥嗎? 嗯 都會的 所以每隔一段時間 我家人就會幫我看頸的漢毛 嗯 但是說回來 你讀書 那你讀正規學校的 是的 男女校 開不開心嗎? 嗯 小學那時候我是很不開心的 因為通常都是自己一個 小悉也是自己一個 我上學放學就是自己一個 就算上體育課 都只有我自己一個 你是上正規學校 即是三十幾人一班 是的 三十幾人一班 怎麼會只想上體育課 你不是一起玩 因為我是有這個病 所以我不上體育課 是原因是怕你發作危險 只是學校怕照顧不到你 只是什麼原因呢? 是家人怕我 我又萬一發作 那就很危險 所以不讓我上體育課 當時你學不學望出去 跟同學一起打球 都學會的 我很羨慕他們 為什麼他們可以上體育課 我就不可以 那那些同學呢? 那些同學怎麼看你? 小學的同學 沒有人敢走過來 我心裡 慢著 你有那個病而已 那你最多是說 你因為有一個抽筋的病 那你有四肢就能動 是啊 健全的 健全的 膚色也是跟我們一樣的 是啊 那為什麼那些小朋友 會不跟你玩 可能我是 我 上學的時候 裙子就爽的 嗯 上學的時候 裙子就濕的 為什麼會濕呢? 是不是因為你的病 才會這樣呢? 因為我是 很有嚴重的自卑感 人家一笑我 我就緊張 一緊張 就漸然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就是控制不到 那就全部放了出來 就是小便那裡就影響了 是啊 由小學開始有這個問題 是啊 那去到什麼時候 有沒有得好轉? 現在好轉了很多 你除了老的抽筋 我知道你還有一件事 限制著你現在日常生活 什麼事? 那我小時候就 然後 要 追溯回我小學的時候 我是因為貪玩的情況之下 令到腳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嗯 傷成怎樣? 是傷害到腳 膝蓋那塊 波羅蓋骨 整塊骨 整塊骨 移過左手這邊 就是正前方那塊 波羅蓋? 是的 那個叫斌骨 歪了嗎? 整塊移位 喂 聽早門 你現在嘗試 如果你聽到 你自己摸摸自己的膝蓋 半屈曲 那你就會摸到那個骨頭 而是因為你做過什麼動作 這樣退位呢? 我是通常小朋友會 將腳向上向下這樣踢 踢上踢下 即是坐在那裡?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我也要踢球 是啊 因為我看了腳 就向上向下這樣踢 嗯 突然間叫一聲 退位了嗎? 退位了 退位了 退位很簡單 就是復位了 但我當時家人也沒有想過 沒有這個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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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去醫院做檢查 純粹去看貼打 那這個傷患是令到你怎樣呢? 傷患來到我現在 上樓梯就會 沒有力了 現在只可以靠了腳 只是靠一隻腳? 你有多重? 你介不介意透露? 我想我現在應該有 150磅左右 你想想一個人 如果每一天 長期遊行 又上樓梯 都只是靠一隻腳去支撐 150磅 那你現在有沒有勞損? 那隻腳 現在那隻腳 都開始有點痛 上樓梯 那你當然要 通常我走平路多 我會選擇平路 嗯 嗯 所以呢 Coco的勇氣 我們可以感受到 雖然它有很多限制 有時候會有抽筋 甚至乎行動都不方便 但是你都很積極 每一天去出街 那我講回你了 讀完小學了 那就是中學的 中學 是否也是在香港讀? 中學讀過兩間 第一間 剛剛讀完上學期 就自動退學 是因為被人排擠 嗯 又是那些老問題 不是老問題 是讀得不開心 加上 那些同學 那就 對我不是那麼 那麼 尊重 尊重 那麼 年輕 可能有些 當時是 小朋友的脾氣 是啊 嗯 沒有讀書了 那 跟著怎樣 去了之後 家人帶了我去台灣旅遊 嗯 我在台灣都住了年幾 年半 哇 你有親戚在那邊 是啊 嗯 我姨媽在台灣住 嗯 在我很小時候就去了台灣 姨媽親不親你 親的 嗯 嗯 你在那邊開心 開心的 那段期間 嗯 最開心的是什麼 最開心的是十歲那年在那邊過十十三日 他們買了個蛋糕給我 打到四處去玩 那買蛋糕 那你香港沒有試過慶祝生日有蛋糕嗎 都有 但是那種開心法是沒有辦法延容的 可能是第一次在其他國家慶祝生日 嗯 有打過去做溫泉 打過卡拉OK 嗯 他們有沒有因為你這個病去 沒有 開完台灣之後呢 那有些什麼做啊 嗯 開完台灣回來後 我姨媽見我無所事事 嗯 就跟社署說 嗯 那就申請我入特殊學校到 是特殊學校還是什麼 特殊學校來的 那那裡生活感覺如何 嗯 那裡生活就開始 你認識到朋友 嗯 嗯 有 即是就算放假 都會約朋友出去玩 嗯 那畢業了 畢業了 對啦 畢業了 去了VTC 嗯 讀辦公室就來 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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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讀書又怎樣呢 讀書 嗯 成績一般 但是你有沒有放棄的 沒有 因為我對這方面有興趣 哦 那讀完畢業真的是不是有出來做事的 嗯 都有的 但是就不是讀書那方面的知識 可以可以自用 嗯 那做了些什麼呢 你說來聽一下 洗碗 就有些什麼工作 洗碗 健康大使 哦 資料輸入員 啊 排傳單 嗯 速遞 嗯 還有保安 保安你也有做 是啊 那為什麼他會請你呢 因為我考了一個保安牌 做了不夠三個月就不做了 喂 等等 你去健康的時候 你有沒有寫明你有這個病 不記得了 那你剛才我也數到667份 嗯 最喜歡做哪一份 最喜歡是健康大使和資料輸入 健康大使 啊 資料輸入我都知道 叫什麼 就是入資料 是啊 是啊 那什麼健康大使 健康大使就是 宣傳環保 環保意識和健康意識 那些 那要做什麼的 派傳單試過 那就搞攤位試過 要多不多和人說話的 不多的 嗯 你做的工呢 有沒有哪一份是要多和人說話的 速遞會比較多些 那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拒絕呢 在職場上 都有的 他怎樣拒絕你呢 因為我剛剛做完健康大使 沒多久 打算有另外一份的健康大使 我去申請 嗯 是完全不說了 那為什麼說了 可能不符合他的工作要求 那我想問你 其實你做了這麼多份工作 為什麼你仍然要工作呢 真的有很多挫折的 給我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我父母開始年紀大了 嗯 那我不想 就是坦白想問他們拿錢 嗯 所以我 看我的老公可以 給我自己 嗯 自己想自己 用 是啊 Coco 我知道你現在呢 有學東西 學什麼 學著美容 美容是 幫人化妝 還是什麼 嗯 首先要學自己怎樣護膚 嗯 然後之後 要開到美容波 還有要有銷售 才可以成為美容顧問 華為都很全面的 是啊 你是要跟著老師去學的 是啊 那學的過程 你覺得難不難 現在我還是剛剛新人 還是什麼都還沒有 要學多幾課才知道怎樣 那你跟別人聊天的喔 你做美容那些要講很多話 呃 這個是洗臉的 洗臉有什麼手法的 這個是護膚的 這個是防曬的 是怎樣 是啊 但是你 怕別人說話 你說你會自卑 你怕不怕 怎樣都要走第一次的 哈哈 好啊 那我都預祝你 就是 沒有人一出生就什麼都會的 真的 看到你Coco那種熱誠 和那種態度 那你做美容顧問 那將來的事 是啊 其實你有沒有什麼 小時候的心願 嗯 我小時候 都有夢想的 是想開漫畫店 但是我想這個 我這樣的夢想 是永遠都沒有辦法 可以實現到的 漫畫店是什麼 就是放一些書 給別人看的那些嗎 是啊 給別人租漫畫那些 是什麼類型的漫畫 通常是少女的漫畫多 嗯 是本地作品還是外國 日本那些 什麼市場都不要緊 是 但是為什麼你會覺得難呢 其實你找個小店 很小的 或者樓上店都可以的 我通常是 沒有錢剩的那些人 哈哈 喂 找partner 合資 哦 我想這個機會 是微乎其微 嗯 我幫你呼籲一下 哈哈 是啊 有朋友如果 你對漫畫有興趣 你當是 找個partner 是吧 或者你 哎 試一下coco 看看她是不是對漫畫這麼有熱性 都可以去跟coco 分享 在這個節目 尾聲了差不多 嗯 你有什麼想說 出生到現在 是遇過兩個過癮的 嗯 第一個過癮就是我 我聽我的家人 我父母說說我 有一次我又發作 那我剛巧那天是 下火大雨 是 抱著我 但是又接不到車 嗯 剛巧就有懷疑好心的小巴司機呢 看到手抱著的蘇卡 哦 但是又接不到車嘛 哦 就肯車我們兩個去醫院 不特地一個錢都不收 嗯 但是我很想找回她 從小到大 我也有個想法 嗯 如果我可以見到她呢 嗯 我會站在她面前 是 跟她說 當年你車的那個寶寶女呢 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 站在你面前 我就是當年那個寶寶女 哦 第二個呢 第二個貴癮呢 就是我大概四五年前左右 突然間 是類似中國風的 我 醫生給了一個禮拜的類估性 我都是無效 嗯 接著之後 因為我 我家人很小 就帶我去佛頭吃齋 那齋舖那裏呢 我媽就跟那個典傳師說 接著之後 他剛巧又認識到一個 是專醫歧欄雜症 類似這些病的人 嗯 那我才好回來 那你很想多謝她 是啊 嗯 好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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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勇敢 嗯 是吧 都很希望你將來生長健康 有你自己的事業 有你的工作 那 那 COCO 下次你願望達成 或者你敬意成為一個顧問 美容顧問 嗯 再上來我們的節目 和我們分享吧 好的 OK 期待到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